在电影不可能的任务 其重机又从天而降 好莱坞男星阿汤哥 把经典动作桥段搬到法国巴黎 62岁的阿汤哥 饱刀未老 一身皮衣静装降落会场 他之后也跑向舞台 从美国体操选手拜尔斯 和洛杉矶市长巴斯 手中接下奥运会旗 紧接着更帅气 骑上重机离开 一旁选手则化为小粉丝 真相拍照留影 这场闭幕式法国也派出 泳池小王子马相负责 护送圣火 当天不止场内超嗨 巴黎各地也弥漫感动氛围 巴黎市政梯 大批民众同步唱歌 观看闭幕 甚至有人说 舍不得奥运就要落幕 今年法国靠着地主队优势 共拿下16金26银22桶 排行第五名 比上届的东京奥运时 还多了六面金牌 当中奖牌主要贡献者之一 包含负责护送圣火的泳池小王子 拿下四金一桶 柔道赛法国也表现不俗 由法国名将西内在100公斤 及以上和混合团体赛 夺下两面金牌 总计法国在柔道相关的赛事上 奖牌数高达十面之多 至于上届奥运主办国日本 表现也可圈可点 光角力比赛上就一口气席卷八斤 还在滑板项目上掀起热潮 算一算日本这届 共拿下20金12银13桶 排行第三名 以创下日本在海外奥运的最佳成绩 另外日本在跳水项目上 也写下历史 由日本17岁跳水小将玉井路斗 在10公尺跳台夺下银牌 成为日本这100多年来 第一位在跳水项目夺牌的选手 只是这次奥运难免有国家表现不如预期 芬兰在最后一项赛事女子马拉松 以65名作收后 本届奥运确定零奖牌作收 而人口数达到14亿的印度 同样是零金牌入账 总奖牌数只有一银五铜排行第71 巴黎奥运原本其实不被看好 过去最受质疑的其实是当地的治安 这次不仅维安掌控得宜还迎来大批观光客 收视也相当亮眼 美国负责转播的NBC Universal表示 收视创下2012年来新高 广告收入也大幅增长 加上巴黎奥运并没有砸大钱 新建可能变为蚊子馆的体育设施 而是将知名地标化为临时赛场 选手村上也实现低碳设计 出乎意料的表现都让下届主办的洛杉矶感受压力 不过曾在1984年主办过奥运的洛杉矶 也能在场馆上重复利用 届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宿舍将变为选手村 然而交通人是洛杉矶的最大挑战 洛杉矶市长喊话要打造无车绿色奥运 让所有人都能搭乘公共运输到各个场馆 全新闻综合不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